各位官政府劉工紀青年發展处 為了協助青少年探索千玲 幾月10次實現發展 在仁義歐花大酒店 基本3天2月的青年10次探索 現實贏 官長王正良到中文理學院 鼓勵大家慎容學習主管 提升集長的競爭力 並且歡迎回家就業 劉工 還有青年發展处 處中有誠意和基礎 青少年比後後 樂會常常的經歷一段 積極的探索期 有著感覺青少年比後 還有就業的負擔 特意外伐心動的方式 幫助學員了解積極的目標 讓大家友情回家 忙上這台 有限的生命裡面 去提升個人的能量 所謂的個人能量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應該在個人的 這種人格啦 品德啦 或者是能力 比如說要加強 比如說你也不會 你的生 你已經 比如說你已經有工作了 你也汙保沒有問題 那你可能沒喜歡畫畫 那應該就好好去畫畫 說不定畫畫就會 產生另外一種所謂的生命的能量 那或者會是要展出另外一個東西 或者是你會做泡菜 你也可以做泡菜分享給朋友 也就是說你怎麼樣讓 自己在整個人格的魅力上 跟整個生活的環境上 你可以創造出一個好的循環跟能量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東西實際上對你以後就業 跟你以後工作也會有相關 會有關係 所以我從剛剛到現在 我大概提幾個觀點給大家知道 第一個是 習近平一個人 不是只有去追求 富貴平均 這件事情 人應該去提升自己的能量 因為人都是在有限的生命 那就像那年輕人一樣 你要的東西全部都給你了 你突然間你會呆掉 那再來你要什麼 你為自己不曉得 因為你的生命是平滑的 只知道賺錢 所以你的生命是非常平滑的 所以你也沒有什麼其他興趣跟嗜好 那所以你的人生就會過得很不快樂 那錢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錢就會快樂 像有很多有錢的人 也不必來就快樂 所以快樂這件事情不是用錢決定的 那第二件事情職業很重要 職業是跟整個人際關係互動產生的結果 所以這點很重要 館長在那裡表示 很讓大家可以找到對社會有這麼民意的工作 對工作中找到主謀計策 透過這幾年原始人員的探索營業 不然可以保養自新人能實力 也可以對未來有更多想像 該館政府為了道三更合主主要 除了安排這樣的活動 也能力在提供青年都圓的善業環境 這件事情我們將會先歡樂 希望彩虹不得 對你們很棒 我最近聽到一句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要是颱風來的話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所以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是不是能夠給消費者 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就在你們的身上 愛好 神經病 感谢观看